好 下面的话呢 还有几个文块 一个叫DataTime文块 一个叫Time文块 还有这个Kanlid文块 Hashilib文块 HMAC文块 Copy文块 UUID文块 这玩意的话 我这个讲的话呢 可能都有点多啊 大家注意 有同学说 老师你讲的东西太多了 大家注意 我都在笔记里边看到没有 都在笔记里边 让你这个看看 你对着写一遍总形吧 没有什么难度啊 完全没有难度 完全没有难度 只不过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量有点多啊 好 先说一下 DataTime文块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DataTime文块 用来显示这个日期时间啊 主要涉及到三个类 一个叫Data类 不叫Data类啊 叫Data类啊 一个叫Data类 一个Time类 还有一个DataTime类啊 三个 这个四个类啊 TimeDelta这几个类 出来会准时要还的啊 你以前欠的债啊 总有躲不可躲的时候啊 DataTime啊 Time这个文块啊 这个叫日期时间文块啊 Import这个叫DataTime啊 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DataTime是一个什么呢 点进来看看 又是一个P1文件 是不是 那这个P1文件里边呢 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呢 其实可以给它做一个东西了 可以咋写了呢 我可以来个DataTime Az一个DT看到没有 它太长了 是不是 我写这个DataTime 我觉得写的好累啊 我就直接写个DT 是不是就好了呀 还记得这个语法吧 刚讲完呢 是不是 那DT里边呢 它有很多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它有很多这个 以一个下发现 以下发现开始的 看到没有 大家以后会注意啊 我们这个开发里边呢 很有趣啊 又卡了 在开发里边呢 在我们开发里边呢 有这么几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啊 有以一个啊 以这个以这个一个啊 一个下发现 也就是谁呢 它开始的 有一种啊 还有第二个 以什么样呢 以这个以后边会说 要以两个下发现啊 下发现 就是它开始的啊 还有什么呢 以两个下发现啊 开始 然后呢 以什么呀 以这个再以什么呀 再这个以 两个下发现结束的 好 然后我们举个例子吧 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呀 这个下发现 然后来个X 好 这种怎么样呢 是下发现下发现X 这个什么呢 是下发现下发现X 然后下发现下发现 好 这种啊 它们呢 都是有特殊含义的啊 这个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到的啊 都会说到的 不着急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以一个下发现开始的 你不要看它 不要看它 这些方法呢 都不能用 就是你导入了这个模块之后啊 大家看 它们是不是都是一个个函数啊 看到没有 都是一个个函数 它以一个下发现开始的 不能用 明白吗 不要用啊 不要用 那不能用的话呢 那只有哪些了 大家看 只有这几个类 一个date类 一个datetime类 一个time类 一个timedelta类 看到没有 有这么多类啊 这么多类 好 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 这个里边呢 会涉及到一些 面向对象的语法 简单说一个吧 dt dt是不是我们这个模块的名字啊 现在它叫dt是不是啊 这个模块名呢 现在叫dt 我直接 我直接怎么样呢 给它起了一个别名 是吧 爱这个别名 dt.data time 好 我可以直接找到这个类 看到没有 这个类里边呢 其实有一些东西啊 这个类里边呢 有一个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呀 点这个闹啊 NOW NOW是干啥的呢 就是拿到当前的时间啊 来运行一下 走 看 拿到当前的时间了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可以这么写啊 它是 这个呢 是面向对象的一个语法啊 这个要的是一个classmaster 叫类方法 这个我们在后边 讲完面向对象之后 再回来看这个 大家可能看起来会好受一些啊 会好受一些 好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写法啊 那下面呢 这里边呢 有几个方法 我跟大家拿过来 大家看一看就行了啊 这个叫dt是不是 改了啊 dt 然后这个dt 然后呢 再来个dt 好 那这个来个dt啊 主要呢 就是这几个东西啊 好了吗 大家 什么没了 没了啥意思 赵婷古同学 你说没了是啥意思 卡死了吗 大家 Hello everyone Can you hear me 我感觉好像上了英语课了呢 大家怎么样啊 还在吗 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还在吗 现在好了是吧 刚才有点卡是不是 好 OK 行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主要呢 就是有这么几个类 一个叫data time 看到没有 一个叫data time 这个类啊 还一个叫data 还有一个叫time 就简单 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data time 就是拿到日期时间 有一个闹方法 可以直接拿到现在的日期时间 然后data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把这个想的太复杂啊 它是一个类 看到没有 我们刚才说了 这里边涉及到三个类啊 涉及到这个三个类 哪三个呢 一个叫data time 还有一个叫什么类呢 还有一个叫这个data类 还有一个叫time 还有一个叫time 那么data类 好 就这三个类啊 那这三个类的话呢 其实 三个类啊 那其实类的话呢 我们在后边呢 讲面向对象 下周啊 下周就这个 可以跟大家讲这个 讲这个 讲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个语法 那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以前接触过类没有呢 我们接触过类啊 大家看啊 我还记得我说这个 什么那个内置类 是不是 内置类 什么这个list tempo 什么这个int str 这些玩意儿啊 全部都是类没有 不 全部都是内置类啊 那这个类之类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啊 跟函数 这个123 是不是 和函数一样的调 但它其实不是函数啊 他们是内置类啊 这个我们讲面向对方 对象之后呢 会跟大家讲这个啊 好 杨洁同学是吧 对 我错了 数错了啊 四个啊 行 大家会发现我这个数学是有些时候不太好啊 是不是 这个 这种 这种细节是不是啊 行 OK啊 杨洁啊 行 我记住你了啊 我就是玩不起啊 14个 1234 对14个 错了啊 好 一个date time啊 这个date time是拿到日期时间 date的话拿到日期 time拿到时间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time delta呢 是干嘛的呢 就是你加哈 你加这个 加这个时间的时候啊 就是加这个 加这个日期的时候啊 time delta啊 比方说我现在这个time now啊 来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地方 第一个啊 打印的是现在的日期时间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你创建了一个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日期 然后下边呢 是创建了一个新的时间 然后下边这个干嘛的呢 date time now 是拿到现在的时间 加一个time delta 加三天以后啊 好 大家看啊 三天以后的话呢 是多少号呢 是这个24号 是不是啊 哎 三天以后呢 就是这个24号 今天21号啊 那加完之后呢 这是三天以后的时间 哎 他可以对这个时间进行计算的啊 这么一个情况 啊 大家知道这个啊 OK 没有问题吧 行 过不去了 是不是 十减八还得你删呢 是不是 好 OK 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段的啊 这是date time 他这个模块里边的相关的方法 大家记一下啊 了解一下就行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 其实有一定的用处啊 比方说你要是做一些东西 做一些这个 写一些自动化的脚本的时候 你要算一下 你要获取一下这个时间 可以用到他的啊 计算一下时间 比方说什么时候啊 比方说这个2020年 这个2月21号是吧 几点几点 然后干了一个什么事 可以记录下来的啊 这个date time就可以用了啊 好 这些是 我看啊 是一一二三四啊 确定是四个啊 好 对啊 是四个 行 OK 把这个停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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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